为了改善我国高教人才低薪以及断层问题 行政院预计从明年开始 五年投入了332.9亿元进行改善 其中公私立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及教授 每个月支领的学术研究费 明年起将各增加6000多元到9000多元 预计将会有18000人受费 另外私立大学如果愿意配合提高教师学术的研究费 15% 其中七成也将会由教育部买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